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风雨里程中 创造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争神话 许多经典战术充满传奇 影响深远 金日谈的哲学气氛和斗争艺术 至今仍为人民精精力 解放军经典战术 在人民军队建军九十多年的历史中 解放军历来强调作战的主动性 即便是面对重重包围 也一贯反对固守带援的被拱战术 往往浴血奋战积极突围 这与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 便在血与火中经历残酷斗争的成长经历 密切相关 一直没有铁血意志缺乏作战谋略的军队 很难将突围作为一种优势战术 传承下去 可以说人民军队在诞生之初 就同突围战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当时红军作战 它是被国民党分割在相对独立的各个根据地 彼此之间只有战略全局上的侧影 很少有战役战术上的配合 每个根据地的红军 都经历过被国民党军的纵兵围剿 所以红军作战就不可能把突围的希望 寄托在其他根据地的红军身上 可以说红军的战史 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突围史 包括标兵史册的长征 本身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突围 突围作战往往是在极端被动的局面下 展开的战术行动 部队在兵力火力 甚至天后地形等作战因素都处于弱势 仅依靠官兵自发的求生本能是远远不够的 孙子兵法强调为地则谋死地则战 这是因为战争经验告诉人们 突围不仅需要战的勇气 更需要谋的水平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 谋比战更为重要 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 曾经创造了突围作战的多种战法策略 但最能体现谋的 是多次在突围作战中 反复使用的声东击西策略 1934年4月 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 中央红军组织的广昌保卫战失败 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根据地陷入困境 中共中央不得不准备撤离中央苏区 实行战略转移 为此中央一方面命令红旗军团 组成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先前队 向敏浙晚干边前进 以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部分国民党军 另一方面命令 香港苏区的红旗军团 突围到湖南中部去 伯古说 当时的军事计划是搬家 准备到湘岳西去 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1934年8月 香港根据地的红旗军团 根据中阁军委命令 准备撤出香港苏区 突围西征 向湖南中部转移 同红二军团会合 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条件 同时在香港根据地 留下五个独立团 和地方武装坚持继续斗争 为了准备西征突围 红旗军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也就是说 积极扩红 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 让少命权益的伤员归队 加强部队的训练 筹备物资等等 而且还健全和充实了 第十八师的指挥机构 这样一来 不断使得军团的总兵力 从六千八百多人增加到了九千七百多人 而且部队的战斗力 有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 当时深入香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 构筑了石宋武衡的碉堡封锁性 并集结第十五十六师 以及敌军于汉谋部 共八个多师 企图阻止红六军团突围 根据敌情 萧克 王震 准备在突围中 大胆尝试声东击西的策略 命令独立第一 第二 第三团在北面游击 钳制国民党军 独立第五团 洋装主力 继续在牛田金洞一带活动 并以一步渗透赣江沿线的万安米线 做出准备东渡赣江的姿态 与此同时 红六军团的主力 则向来使势图围 突围得手再转向西境 独立第五团的行动 就是要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 继红六军团的主力 要打到赣江一东 因为当时 赣江一东是中央根据地 独立第五团的行动 很有效 使得东线战场非常地活跃 吸引了国民党的主力 使他们确信 独立第五团 就是红六军团的主力 正当国民党军主力向东机动 准备堵截所谓的突破口时 红六军团主力 于8月7日开始向南突围 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于当日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 而后又连破国民党军 岁川至黄板 岁川至七岭的碉堡封锁线 于8月11日 全军9700余人顺利突围 此时 国民党的主力尚未从东线赶回 红六军团几乎是完整无损的 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 8个多时的包围中脱身而出 红六军团的突围啊 并且为中央红军长征 起到了侦查开路的先前队作用 1947年 国民党军在鲁南集结重陵 准备合围华野一纵四纵使 解放军又一次使用了声东机西的战术 1947年7月 华东野战军进行了历史上 颇有争议的七月分兵 野战军主力一分为三 其中由华野一纵四纵奉命停进鲁南地后 这一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温重 随集中力量进行围堵 7月13日 敌人进攻卢中的七个整编师 突然挥师袭净 向华野一纵四纵猛扑过来 7月23日 解放军两个主力纵队 陷入第五个整编师的包围中 所有的国民党军都相信 为整编七十四师和张灵复 报仇学耻的机缘 准备围艰华野一纵四纵 一纵和四纵的指挥员分别是叶飞和陶勇 当时敌军主力已经把一纵和四纵给围住了 不过他们在包围上还是有重点的 就是重点防止一纵和四纵向东投围 针对这种形式 叶飞和陶勇决定英式立岛 通过调动敌人找到敌人的漏洞 计划首先摆出一副 要向东投围强度一和的架势 并用一部分兵力向东扬东 把敌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吸引到东边去 而主力隐蔽待机 等到敌人向东转移 并与我主力拿开一定的距离后 主力迅速吸尽 越过吉普路 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7月24日深夜 担任阳动任务的华野四纵 实施向东攻击 于四日京城陨迪遭遇 实施迅速伪装成主力 以小纵身大正面的方式迎天 经过一番血战 终于使进攻之敌确信 他们碰上了向东突围的我军主力 虽极调合围主力向东持援 几乎在同一时刻 叶飞陶永帅一纵四纵队主力 狂飙袭击 直扑金扑路 迅速跳出了包围圈 一纵和四纵在合围中 声东击西的运用 却是可圈可点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路军115师师部 师直属队 343旅 686团等组成东进支队 挺进山东建立了 太西抗武根据地 日军驻山东最高司令 伟高归葬 得知这个在平行关 破灭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 115师 来到山东 虽集掉8000多名日军 在坦克和空军的支援下 于5月初分九路 向太西根据地破栏 从5月2号到8号 日伟军首先对 大湾河南岸的东平 问上地区进行扫盗 从9号开始呢 就是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向这个肥城以南 问河以北呢 逐步推进 慢慢地就形成河围 然后一面修筑公路 一面静坐包围圈 企图呢 把115师主力部队 完全地给它包围起来 陆房村位于一个山地 秋陵盆地之中 东西宽约五华里 南北长约十余华里 四面环山 这样的地形 对于八路军极为不利 由于日军占领四周至高点 八路军被压缩在盆地中的 狭小地带 形势十分危急 五月十一日佛小 日北军在炮火的掩护下 全线发起进攻 八路军被围部队 沉着应战 以突然猛烈的火力 打退日北军数次的冲击 坚守了阵地 下午三点左右 日北军又集中兵力 猛攻陆防西南的 崖山 肥珠山等制高点 第六八六团英勇奋战 打退日北军九次冲击 在陆防以北和以东 金浦支队和施购萌 也打垮了日北军多次冲击 施骑兵连齐袭了 陆防东北安临战的日北军 在西北部 日北军二百余人突破阵地 禁体陆防附近 金浦支队和第六八六团 密切协同 以迅速的反冲击 击退突入之地 东南部的日北军 在突入孟家村附近受阻 双方激战了一天 一直打到黄昏 日军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不得不停止攻击 当时日军认为 八路军已经是差池难退了 所以准备利用晚上这个间隙 调整补充兵力 第二天再发动进攻 当然日军也非常狡猾 他也担心八路军夜间突袭 突围出去 所以在陆防周围 各个制高点和大小路口 就烧起了一堆堆的大火 在八路军的阵意上 连日军的钢盔和刺刀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是很难突围的 115世代市长陈光 甚至情势危机 如果夜晚不能有所作为的话 所胜力量将难以挡住 日军第二天的进攻 这时当地一位老乡 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告诉八路军 陆防村只有两条路可以突围 分别是东南方向的山间大路 和西南方向的山顶小路 大路地形复杂 便于隐蔽行踪 一旦被敌发现 尚有强行突围的可能 而小路要通过山顶 由于日军早已控制四手高等 选择这条路 等于从日军防御和速营的阵地中间通过 一旦出现差错 部队就陷于仰攻的态势 很可能全军复兵 而且这个方向 日军的火堆林立 量如白昼 进行突围的风险很大 八路军应该从大路突围 还是从小路突围 如果从军事区 一般意义上来讲 大多数指挥员 还是会选择从大路突围 因为大路突围成功的可能性 要大于从小路突围成功的可能 但是战争是一个非常奇怪的 奇特的社会活动 克劳塞维斯就说 战争近似于赌博 在某种情况下 指挥员要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胆略 当然八路军指挥员的决断不是赌博 而是德语长期实战中 锻造出来的自细和果断 当夜 部队宣布了严格的突围纪律 面对这一次被发现 就意味失败的突围行动 八路军官兵表现出 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 二十二时许 八路军开始突围 一路之上 显向还生 几千人的部队 要不发出任何声响 难度可想而知 行进间日军的火堆就在附近 敌人的骑兵 从我前行的部队身旁奔驰而过 敌人哨兵喊话清晰可变 但日军就是没有发现 我军任何突围迹象 八路军几千人 骑骑盘从敌人的鼻子底下 跳出河围裙 五月十二日佛晓 八路军突围部队渡过问河 到达了东平以东的 吴延村和南桃城 而此时 日军才开始对 陆航村进行火力准备 开始合围攻势 最终日军只能是徒劳无功 这一次战斗呢 八路军胜利地突出重围 为坚持太西根据地 打开山东抗战局面 保存了骨干力量 据说呢 当时的日军指挥官 伪告归照呢 得到报告以后啊 不相信 还亲自跑到陆坊呢 去查看 看了一圈以后啊 最后只能感叹 说八路军是狡猾狡猾的 在长期的战斗中 解放军的突围战术 越发讲究灵活 特别是在突围方面的选择上 很少表现出 阻击作战中的那种坚定 因为突围作战的目的 已经不是争夺一成一尺 也不是杀伤敌有生力量 而是如何保存自己 因此 在解放军的突围战力中 经常出现反方向迂回 和折线式机动的情况 从而达成意料之外 作战效果 说到突围战术的灵活机动 就不得不提中原突围 中原突围是解放军 利用深东击西 突破重围的著名经典战力 在整个突围作战中 最为精彩的华章 要属中原军区 一纵敌律的突围行动 这个女的女长叫匹定军 这位叫徐子荣 1946年4月 中原内战 已成山雨欲来丰满柔之事 蒋介石这边磨刀祸祸 调集重兵 中共中原军区的领导们 则在运筹帷幄研究对策 6月21日 蒋介石命令 刘志指挥部队集结 担任攻击支 各部于6月22日前 秘密完成包围行事 及攻击准备 中原军区5万余人 被国民党军10个整编师 约30万人压缩到 以宣化电为中心 纵横仅50余公里的狭小地区 处境极其险恶 在合法转移无望的情势下 唯一的出路是武装突围 经过反复讨论 李先念和郑卫山等 最终决定主力向西突围 整个突围部署是这样的 李先念 郑卫山 王正 率领中原局 中原军区机关 和二纵的第13 15旅 下双359旅 干部旅 组成北陆军 从宣化电向西突围 王树生率领一纵的 第二 第三旅为南陆军 先向宣化电靠拢 然后向西南突围 江汉军区部队 从安禄桑树殿向西突围 留下一树一旅 在北面的白旗园防御 鄂东独立二旅 在南面防御 并且到宣化电街坊 掩护主力突围 6月23日 李先念 王震 紧急召见鄂东独二旅旅长 吴成忠 政委 张体学 布置任务 命令独二旅 负责宣化电以南 吕王城 佛塔山一线的警戒 掩护中原局 中原军区首脑机关 和主力安全车离 而后向东突围 到华东几方区区 此外 李先念还布置了一项 特殊使命 要张体学 扮演一次诸葛亮 在宣化电唱一唱 空城级 战术运动 战术运动 是梯队双方 因是英帝的互动无异 其将就日常锻造之法 又强调 零极运运之妙 作为一支伟大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荒野历程中 创造了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战争神话 几方军经典战术